好 回到節目現場 先請教一下紅綠委員 今天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還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在抨擊說謝國良是不是 好坑的都保護自己人 像這間擁警公司 去年7月才成立 那我知道 去年11月 馬上就飆到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過去都沒有什麼成績 還可以拿到80幾分 擠下人家那種25年的老公司 這也是很特別的 來委婉 這個時機點都太過巧合 去年7月成立這間公司 然後基隆市政府11月就公告 在他要公告前 大概四個月成立這間公司 然後公告之後 馬上又這家新成立的公司 都沒有業績 都沒有什麼 他就得標了 11月1號公告 11月13就決標 這個速度也快 這個非常讓人家就想入非非 你這樣就讓人家想入非 而且你如果要做 你也做個漂亮一點 你這家公司叫擁警 結果人家電話 客服專家打電話去 既然是偉肯公關 你連這點電話費 連去申請一支新的電話 在基隆市裡面申請一支 不是沒有多少錢的事情 你吃得太難看了吧 這個吃相太難看了 他兩間跟同間 怎麼會這樣 如果是這樣 感覺起來就是同一階啊 難道你是共享辦公室啊 但我還要再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基隆市政府的這個公益青年就業 電動機車專案這個 他的服務 他的招標 他這個服務計畫 他標案記載的分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勞務類跟污水及垃圾處理 公共衛生及其他環保服務 但得標的擁警公司 他的營業項目 竟然沒有這些 沒有環保 竟然沒有這些 那他竟然可以得標 這個沒有問題嗎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 台字光其實一樣有問題啊